大家好 这个季节的话 在我们农村野外长了一些野菜 这些野菜现在长得非常好了 用来喂鱼是非常不错的 听村里的老人说 这些野菜给鱼吃了 对它的肠胃消化那些非常好 而且还能治疗一些 鱼的疾病 这种野菜相信在农村的人都有 看过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野菜 它就长在这个路旁 等下我给大家看看 现在我一个人来到了这个大山脚下 以前这种地方都是农田 现在已经全部荒惠了 在这个路旁就长了有这种野菜 在这个旁边就有一颗 这个我们家里叫这个叫 苦麦菜 因为它的叶子长得跟麦子一样 跟那个油麦菜一样 有人说这个是蒲公英是吗 好像不是吧 你看 把它掰下来之后 这里会流出白色的液体 我上次有弄过这个到鱼塘去喂鱼 草鱼非常喜欢吃 连这个杆都吃完了 所以我会经常来弄这个东西 这种苦麦菜它能长很高 估计最高的都能长到一米左右 随便摘一下就有这么多 我再往里面走一走 争取把这个蛇皮袋栽满 这种野菜就喜欢长在这个路旁 像这一颗就非常嫩 这里还不是很多哦 继续往里面走会更多 在这个小溪边这里发现很多颗 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还很小 这个 这些大的 这里还有一颗 这个 还有那里那边都是 还有的地方就非常的多 像这里给它砍下来 都蛮多的 还有那边 要是每个地方像这里这么多就好 好大块的 先放在这外面 这样把它砍了之后 过段时间 它又会从 会从这个 根部 再忙 再长出来 你不要把它的 筋给拔掉了 就没事 根给拔掉就没事 你看这个地方就弄了这么多 看一下弄了快半袋了 哇 哇 这里发现一颗 好高好大的 比我还高的 你看它有多粗啊 这一颗苦卖菜 哇 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 哇 那边还有一颗 两颗 多高啊 比我还高 看这两颗已经沉浸了 这么大颗 哎 这个擀鱼肯定是吃不动 把叶子摘了吧 叶子还是很嫩的 那个里面已经没有苦卖菜了 我刚刚进去看了一下 就到这个地方 因为在进去就是上山了 摘到这里差不多一舌必带 就这样吧 拿到鱼汤去 最近这个鱼吃玉米叶子吃多了啊 怕它肠胃有问题 就弄一点这个苦卖菜给它吃 调理一下肠胃 这鱼已经开始来吃了 它把这个水搞得好浑啊 再丢一点那边的玉米叶子下去 一天又过去了 每天就围着这个鱼塘砖啊 真是够累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